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9月26日星期日的时间 今节有个许刘山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片 刘克言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整向煲 沙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到来 继续讲讲这个鱿鱼游戏 我们较早前讲过一节 当时台阳说在纽西兰也成为了第二位 就是那个热手榜 过了一段小小的时间 这部剧简直可以说是炸卷全球 成为热手榜的No.1 韩剧来说可以去到这么高的收视率 都可谓打破了韩剧的一个纪录 为什么能够这么受欢迎 或者成为全球的热华 因为透过一些叫做儿童的游戏 或者一些很普通的游戏 但是牵涉到人性和金钱 亦都被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最真实的一种叫做黑话 因为好像我们上一节在节目里面说 主角 成其分是一个中年失业 亦都牵涉到很多不同的债务 喜欢赌博人生的失败者 另一个曹尚佑 人家看他 好像很成功 又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 但是原来是亏空公款 争了周身债 亦都是被警方要追缺 我们上一节也有提到的 其中一个就是主角 成其分 一开始遇到一个爬手 一个女的爬手 其实他在这个游戏里面也预回他 他是一个很坎坷的脱北者 他和他弟弟一起离开了北韩 来到南韩 他的弟弟要一个人留在孤儿园 他的目标是希望一家团聚 所以就做爬手 不过亦都是欠了人家不少的钱 亦都和一些叫做黑帮 即是韩国的黑帮 牵上了 那和他牵上了的黑帮的头子 或者其中一个要员 可以这么说 又未到叫头子 叫做张德秀 他亦都是因为后来在赌场里面输了钱 而欠了这个组织钱 又好像穿桂桶底 后来被他们的组织要聚杀 走投无路之下欠了这么大笔钱 都是要被邀请进了这个游戏 刚才这个女爬手也是一样 很多不同的人 个个都是因为在这个资本社会里面 因为各种不同的情况下 走投无路 而去到这个游戏里面 我们上一节都说了 他们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个游戏 是会牵涉到是要你的命 输了的时候不是走就算 是没命 上一节我们说到就是说 咦当他们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游戏 要拿命的时候 他们就玩了 当你知道这个游戏要拿命的时候 其他这五个游戏还玩不玩 虽然他们看到那只猪仔 钓在半空的巨型猪仔前银 有些钱跌下来 看到那里 因为第一回合的时候已经是 没了一半 即是有二百多人没了 每个人 没了之后 就会有一亿的寒环 就会跌下来 即是 玩完第一个游戏之后 已经有二百多亿的寒环 我们上一节的尾都说了 最后就是那个叫一号的参赛者 那个阿伯 就是说自己的脑里面有个扭的 觉得都是这样先的 不如来参加这个游戏 那些人都会笑他 喂阿伯 你这么老的 你熬不熬得过的 六个游戏 一会要有一个有些体能的游戏 那怎么办呢 你玩不到就死定了 不过一开始的韩龙登123 即是韩国版的叫做123木头人 他都叫做成功过关的 那回来了 那时候那帮在这里工作的面具人 都跟他们说 你们现在选择了离开 但是你们也都保留一个机会 是可以叫做回来的 也都跟他们说了 你们日后出去的生活 可能比起这里更加惨 那才是真正的地獄 对于这帮人来说 他就觉得 喂 留一条命 留一条命 什么都可以 那些黄友 那些黑暴友都是这样 人没事 终于留一条命 我突然想起这一句 那当他们回回这个 叫做现实的世界的时候 我们拿其中几个角色 他们慢慢就领会到 真的 原来呢 在他们的生活 现实世界 真的呢 可能和地獄没什么分别 那说一下这个成奇分先 那我们上一节也有说 那他妈就摆地摊 那他经历完这个游戏之后 那他回来第一时间 他不是先见他妈 那他就送到回来 那他就去报警 就告诉警察 有件事发生 那你觉得警察信不信他呢 那他就给了一张卡片 叫警察先打电话 那他打不通 那他就越说了很多 那他就说了 那他说了 叫他玩游戏 玩完游戏之后 会有几百 二百多人走了 不是吧 那为什么你又走得到回来呢 我说他给你们投票 决定是否回来 正常来说 警察都是不会相信的 那当时候呢 而听到他这番说话的 这个警员呢 亦都是牵涉到在皇后的故事 这个姓王的警员 那我们暂且不说先 那他之后就回到自己住的社区 那他回到家的时候就不见到他妈 那原来他妈就进医院 那为什么进医院呢 那那个医生就给他看看他妈的脚 原来他妈呢 有糖尿病就很久的 所以那些伤口就好不了 可以说叫做痛点 这样说 叫做烂了脚 哇 你妈其实来说 已经很辛苦的 他熬了这么久 你不知道的吗 那可能那一刻才发觉到 原来他都不了解他妈的 那他问一问医生 那要多少手术费啊 可能要折肢 都不顶啊 那医生这么说 他说那个费用都挺庞大的 他就想一想 哇 真是惨 自己呢 欠人周身债之余 还想帮个妈去医病呢 都不行 那他妈呢 很快呢 一层脚 있는마iu 就还突然转摊致 那么他妈当时讲了一句呢 都挺快的 心醒那些 大致上 就是过发自己了 你为何都是这样 又温唱完了 像一下 因为她儿子 小心揚 那里上 妈妈说了一句,哎呀,你先搞定你自己,我都要回去继续搞一下我摆地摊那些东西 房贷不用租吗?不用供楼吗?你什么时候才生性? 妈妈说,你休息一下,做手术,妈妈说,哪有钱?不要说那么多了,我的生活我觉得很累 因为妈妈都是一个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听到她那句都挺心酸 有时候这个人都活到那么少年纪的时候,现代人的社会,大家都知道人的寿命是长了 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那么长的生命是一种折磨,她那么老了,脚又这样,又未走得 但是还要继续去摆地摊,每一天这样去捱,儿子也令她很担心 因此这个成其婚也尝试去问她前妻借钱,走投无路,没办法 也知道那个女儿,未来都会跟她的前妻,再加上她前妻的新任老公 会去美国,她都觉得很不舍得的,但是自己也没有能力 韩国的法例来说,如果她有钱的话,是可以争取回抚养权 很可惜她负债累累,怎么会有呢?遇到她那个前妻的老公 还打算塞钱给她,我给你钱,你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 她都尚算有点骨气,扔回那钱给她,还打了前妻的老公多拳 但是被她的女儿看到,这一幕也不是那么好受 这个成其婚也尝试问她的沙坡兄弟借钱还是怎样 她的沙坡兄弟就开酒吧,但是那个沙坡兄弟都说 我的环境也不是那么好,你看我客人又不是多 我还要借钱来顶住这家店 资本社会主义下,一个现实的残酷 这个就是她的故事,她见到这个景,当她回到她自己的家的时候 她也见到,又有那张卡片放在她家的门里 告诉她,你再有一次的机会,时间地点在哪里 你愿不愿意再上这一格小车呢? 愿不愿意再参加这个游戏呢? 她觉得也是,留在这个现实的社会 妈妈又这样,没有钱做手术 女儿也要离开自己了,去到美国 可能永远都再见不到,又被人追债 也没有时间去赚钱,来解决她现在的问题 好钱就十赌九输 对她来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地狱呢? 所以她就决定回回她 另一个,躁上又也是 她本来在这个游戏里面,都是觉得回去会好些 谁知道又麻烦了 她的规控公款事件,除了负债累累之外 她也知道警方开始刮她 刮到她妈妈的店铺来找她 当然她妈妈很震惊 警察你们不是搞错? 我儿子是在美国上班的 她是首尔大学的毕业生 很厉害的,怎么会这样的? 你们不是搞错? 成其分跟曹上又聊天的时候才知道 她妈妈不知道这件事 而她欠债务真的大到都不知道怎么还 而且她连她妈妈的杂货店铺 即是有汤鱼,又买杂货,海带那些店铺 原来都拿去压了 那就糟了 如果她这件事爆了锅的话 就会连她妈妈的店铺也要收了 她本来也有想过,回到现实社会的时候 她租住了一个类似的酒店 她在浴室那里已经买了一块炭在弄的 有些烟都在出来了 谁知道这个时候叮咚 亦都发现到有那张卡片 又是跟她说 你还有一个机会 你可以再回来 她都决定不如再回去 反正她都在酒店房里 打算整个炭 为什么不回去搏一搏呢? 回去搏一搏也不是还有一个机会 刚才说到那个女爬手也是 她回到现实的世界的时候 她走去孤儿园探了她弟弟 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不接她弟弟走 一起住 省省地也好 但不行 她是一个爬手 再加上有那些黑帮 常常搞鬼她 她的弟弟也会很危险 可能在孤儿园也更好 她那个弟弟会给她一个希望 希望她 将来姐姐找到钱 就会接着 父母 北韩接她过来 和她一起赚够钱 就买一间大屋 一起住 就可以了 还可以接着她走 她弟弟也说 你讲了很久了 半年又半年了 都没有 是吧 这一家团聚就是她的希望 她试过 尝试去问一问 怎样帮她可以在北韩 带到她父母回来的 agent 这些是不法的agent 原来这些不法agent 之前也骗过她的钱 又说可以帮我收到消息 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 接头那边没有 没有 然后又动刀动枪 搞到这个女爬手 她都觉得自己都好像走同无路 那些黑帮又搞不搞住她 越迫就越近 而她的弟弟在这个孤儿园 生活又不是那么好过 唯一一个办法 是否就是要她博一次呢 她也是觉得在外面的生活 更辛苦 在里面 里面的意思就是 用命来换钱的游戏 所以她也是决定要回去 而刚才我提到 阿成奇芬去报警的时候 她就遇到一个警员 原来她来这个警局的时候 她是想看回她哥哥失踪的资料 因为她哥哥为什么失踪呢 她也有点奇怪 然后走到她哥哥的房子 去看一看 她就发现到她哥哥 有一个盒子里面 也有一张卡片 那张卡片 跟成奇芬拿出来说 去这个游戏的邀请卡 是一样的 之后她就去问 这个警局的人 就问成奇芬的资料 想找她 那成奇芬都说 我帮不了你 怎么怎么怎么 不懂 我没有见过你哥 不知道 因为她自己都搞不定她自己 那今次 她们这几个 就是真的了 自愿回到这个游戏里面 记住 第一次 她们是不知道要拿命的 所以她们无意间去到这个游戏 那好了 当她们知道今次再回去的时候 是真的要用命去换钱的话 有机会 她们都选择愿意回去的话 就即时代表她们一样东西 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别管这么多 什么都好 最重要就是要拿到这笔钱 钱才可以解决到她们 现在生活的绝境 虽然成奇芬跟那个黄俊号警员 就告诉她 我帮不了你了 怎样怎样都好 但是呢 其实林后来 这个人他虽然是好像 常常喜欢赌 还是怎样 但是他本身也是个好人 他也有告诉给这个黄俊号警员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要不要等有辆车 那所以呢 这个成奇芬上了车之后呢 会见到这个黄俊号警员呢 他另外自己拿着车呢 就追着这一班面具人呢 车她们究竟去哪了 那开始呢 这一单 鱿鱼游戏里面呢 究竟是什么神秘组织呢 去控制住呢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资源呢 又找那么多这些面具人 回来做职员呢 是不是呢 这些员工又参与了 那么严守他们的纪律 很有规则的 他们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的资金来源 去哪里呢 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 搞这个游戏呢 你想想吧 几百亿出来呢 这个故事 玩游戏之余呢 也都要看一看 他们的幕后 究竟是什么 操控这些人呢 都是很令人觉得很紧张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也是很好看的 那如是者 他们上到车之后呢 他都知道了 又是要吸烟 然后又会暈倒 那样 那么这次呢 因为可能有了王俊浩的视角 要看一看 他究竟追造了些什么呢 咦 原来呢 真的哦 不绕而同呢 有很多一模一样的这些七人车呢 就将这些所谓的参赛者 就车车车车一字排 一整条车龙那样 就将他们呢 就送到去一个码头 那那个连人带车啊 一起呢 可以上到货船上面的 那上货船排队的时候呢 那这个王俊浩警员呢 就将自己呢 就跟在其中一架的车的车底里 那这一班面具人呢 处理这些参赛者的时候呢 其实都很有系统的 那一架船又会有广播啊 又说什么一开始点人数啊 又这样那样啊 原来这班人呢 耳朵里有些QR Code 又不知道什么 要用红外线 按他们什么 用来确认身份 那当这个红衣人呢 即是这些面具人去 帮他们检查身份的时候呢 这个王俊浩警员呢 已经偷偷地呢 已经混入了其中一架车里 就扮好像睡着了 那咦 当那个面具人参赛的时候 咦咦不到呢 参赛咚到的 参赛得多久也不能参赛 然后他立刻醒了这个 面具人呢 就在车里面制服了 然后就自己换衣服 换了衣服 变成这些面具人 那他就成功呢 混入了他们里面 那么到时候开车 就开开 然后一起走就行 还可以了 这些面具人呢 他们的面具呢 也都是收了个 类似一些感应器 那样 所以参赛的时候 参赛到他们的身份 好特意的 每个面具人身上也有个编号 他们自己各自都有个编号 这一件事 说到他们回到场地的时候 原来真的是一个集体的地方帮他们换衣服 当他们醒醒的时候 再在这个很多个滚架床的地方的时候 终于发现到原来大家又再一次聚首一堂 本来说要走的那些都回来 即使代表事情 很多人他们觉得现实的世界实实太残酷了 如果不是选择自己魂归天国的话 唯一的途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最后一个机会 能不能够照以令到自己可以重获新的人生 就是靠这个剩余的五个游戏 但其实在这个位置给大家感觉到 原来很多事情都是回到最后 原来钱就可以解决到 这一帮人他们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原来中归来说钱就可以解决到 当然那量要很多才行 即使无论你是金融财进也好 你是一个生意失败的人也好 你是一个黑帮投资也好 你是一个脱北者也好 在不同的原因底下你原来中归都是钱就可以解决到你的问题 这个也都可以说是资本社会里面来说 一个很紧要的 因素的钱 那么他们很快回来之后就要即时要面对下一个新的游戏 上次都说他们在里面互相认识到 这个成奇芬和曹相友 本身已经是小时候已经是朋友了 上一次都说到那个一号 阿伯也都跟他们挺好谈 加入了他们同一对 那么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是巴基斯坦来到韩国的非法劳工来的 他都会说韩文的 不过就有些字眼可能不太明白 但是大致上来说都能够用韩文和他们沟通的 也都是第一个游戏里面就认识了 那么这个也是的 他是一个非法劳工 那么老板又对他不好 那么他后来想问老板你应该给他人工我的 那么还搞到老板呢 手都没了 意外地 那么也都走到沐浪底下呢 叫了他的老婆和小朋友呢 马上回巴基斯坦先了 不要想那么多了 还有盯那么多钱的话都很快点走了 那么他自己唯有的出路呢 就是叫做参加这个游戏了 那么他人呢就比较叫做纯品一点点的 那么对于成奇芬和曹相友呢 他常常叫做老板的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回到这个现实的时候呢 这个曹相友呢 知道他什么没钱搭车 就给了少少钱 他叫他搭车回家了 那么因此呢 他就当了这个曹相友的叫做老板前老板后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那么他们四个呢 就跟着呢就说自己不如这样吧 我们团结一下吧 然后可能一起认怒一些问题都好 那么跟着他们要去玩一个新的游戏的时候呢 他们又去到一个操场的地方 然后呢 有些钢架 然后呢 他就说新手考什么的 不知道啊 四个门 然后那些 面具人就说了 你们就分别去可以选一个门口来排队 排队就知道你们接受什么挑战 曹上佑就用这个经济的角度 他说成奇分证问 我们四个都排同一条队 不好 曹上佑就说 学一个经济的原理 不要将 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 四个就各自各排一个不同的队就行 叫做分散投资 不过很可惜 这个成奇分你信他 因为他自己 亏空功夫搞到周身债 投资是不是这么聪明呢 不过怎么也好 这个都是一个 资本社会经常听到的道理 经济原则 其实都对 他们都叫分散风险 排队之后 面对一个什么的游戏 我留下集再说 今节我们讲到很 长了 其实想讲的就是 人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时候 其实各自各都有那个困难 究竟是不是真的叫地狱 我们当然 我们有权选 我们自己的生活 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 过得 简单 快乐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 值得感恩的一件事 是不是 不一定 要什么大富大贵 这样的 当然大富大贵 最好 但是 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 面对的问题 原来很多时候都离不开 就是一个浅字 那好 我们下一节 再回来讲一讲 他们 两个 好人性的 游戏 究竟是怎样 多谢大家 如果真的 大家希望想再听下去 我们再 慢慢一起 分析这个 鱿鱼游戏里面 的游戏 究竟是怎样 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